巨幅广告看板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 下一秒突然倒塌 看板直接碎裂发出巨大声响 目击民众看到都吓坏了 这里是位在印度的大臣孟买 救援人员从看板下把受困民众一一抢救出来 并用机器切割铁架 13号下午梦满笼罩在暴风雨中 这个长70公尺宽50公尺的广告看板被强风吹垮 突然倒塌直接压在加油站上 不少人正在躲避暴雨来不及逃 就被倒塌的看板压住 造成至少14人死亡70人受伤 位于南半球的巴西南大河州洪水也还没退 美国也出现极端天气 密苏里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再度遭到龙卷风侵袭 目击球员拍下龙卷风来袭的影片 还不忘对镜头打招呼 美国南部出现强烈风暴 气象专家警告 除了休士顿和牛澳梁要小心雷雨 佛州也要严防龙卷风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